为什么在中国炒股散户亏的比较多 但是在澳洲炒股的股民却赢的比较多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GoMarkets的热门话题部分 我是Mike 咱们都知道在过去几年中国股市特别好的时候 也就是在2015年左右 那个时候几乎是人人都在炒股 就连街边卖茶叶蛋的老太太都会说我有消息股 但是为什么这么多人炒股 相对来说咱们听到的都是亏的多 却赢得少 但是如果我们是生活在澳洲的华人朋友们应该知道 在澳大利亚炒股的比例并不是这么高 但却是从咱们听到的大部分人 在过去几年炒股相对却是赚钱的 这中间的差别到底从何而来 今天我们就来简单说一下这两个话题 咱们都知道在中国炒股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有低有涨跌停板 但是为什么在中国的比例这么大 炒股的比例这么大 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在中国炒股 你赚了钱是不需要交纳个人所得税 换句话说从你赚一块钱到你赚一个亿 这中间的利润部分是不需要交税的 但是同样如果是在澳洲以个人名义来炒股的话 那么他们的盈利部分就会以个人所得税的阶梯部分来收取 如果那个人刚好碰巧平时的年收入也比较高 加上股票的利润达到了18万澳元以上 那么他就会被征收在超过18万澳元以上部分 会被征收45%的个人所得税 几乎就是一半钱都没了 所以在中国咱们都知道 在炒股里面有很多时候会出现小道消息 老鼠仓等等一些非正常的交易 主要原因就是在股市里赚的钱 不用交纳个人所得税 它虽然是有印花税手续费交的 但是由于有这一个巨大的差别 那就使得个人投资的积极性 在中国股市中是非常之高 即便是有了涨跌停的10%的限制 但是依然不能阻挡普通散户杀入股市 都希望是自行车变成摩托车 摩托车是变成奔驰 但是往往都是杀进去的是摩托车 出来的可能就是走路 但是为什么在中国这么多人杀进去 反而成功的比例却这么低 但是在澳洲相对来说 大家都不太愿意炒股 但往往炒股的人盈利的比例却比较高 这其中另一个原因就是由于投资 它的目的以及它的时间所不一样 咱们都知道在中国大部分是以短线为主 希望最好就是今天买入 明天涨停后天继续涨停 在大后天就卖掉三天赚20% 但是在澳大利亚由于有股市的收益和个人所得税挂钩 因此很多人我即便是赚了很多钱的话 交了45%的税那我还图个啥 所以对于个人炒股上面 在持有超过一年以上的仓位 通常是税务局给予了50%的折扣 这就使得很多人的投资从原来的短期变成了长期 再加上在国外 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以及澳大利亚 对于蓝筹股和高分红股息那些股票是特别的推崇 这就使得很多投资者往往他投资的时间会更长 眼光会放得更远 而不会期待希望是三天赚20% 所以交易风格的不同以及税率的不同 这就使得在中国散户往往比较多 但是亏损的比例却很大 但是在澳大利亚散户相对参与的比例就比较少 大部分是机构公司养老金 以及专业的对冲基金在参与 个人参与有没有也有 但是他们投资时间往往是超过了12个月以上 所以以上的不同是造就了中澳两国之间 咱们说股民最后结果的巨大差别 如果你有更多的信息 想获得更多的股票资料 也不妨可以联系我们 我们可以为您在澳大利亚提供详细的中文股票分析服务 感谢您收看我们这期的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